达鲁马克位在北南乡东行村 也是台湾东部唯一的鲁凯族部落 走到部落的路口处也有着路口雕像 有别于其他的部落 在达鲁马克这座雕像多了一份神秘感 更是族人们敬畏的守护神 我在看别的部落啊 不是木雕 就是那种石雕很大的那种的 可是在部落这边好像比较不太一样耶 为什么呢 在我们部落里边一个 很重要的是在强调人的信仰 而我们所有的勇敢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信仰 就是对文化的信仰 你有了那个信仰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敢 去面对任何一个事物 那这个守护神 他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精神 我们叫达鲁马克 就是每个进来的 我们出去的族人回来之后呢 都要做一个祭拜 告诉守护神说 我回来了这样 那对外来的朋友 外来的游客呢 以前一个部落 一个国家嘛 如果说你进到我的国家 你没有一个就是告知或者办 好像是你没有办理手续进来 会被列手的 各部落都一样 这样子 就是今天来到这个部落 先跟他打个招呼 经历多次的千春 族人们更勇敢更团结 也更尊重这块土地 而这座以抽象形态来表达的守护神 凝聚了族人 成为了他们的信仰 是回家以及外出的精神原动力 所以我们要用勇敢的心去坚守这个地方 达鲁马 所以你看得到它都是一个 没有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开发 还有破坏 很庆幸的机会 我们发现到 可以借由分享 让人家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去守护这个空间 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衍生更广 也就是所谓的地球村 地球村的观念 如果进来到每一村都是一个地球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要去守护这一块 达鲁马克是指一群勇敢的人居住的地方 若是从南岛语来解读 也就是我们家的意思 也隐藏着神秘的力量 下次不妨亲自走访达鲁马克部落 体验着无形的力量 让你感受族人们勇敢的心守护的家园 东台新闻 曾慧如范耀玲 林婉珍 北南乡采访报导